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浩天 5月25日星期三 推特前首席執行官兼聯合創始人傑克·多西 正式退出推特董事會 立即生效 同一天 馬斯克的好友推特的另一個股東愛共德班 被踢出董事會 這些變化正好發生在推特與馬斯克的談判處於艱難之時 似乎有種不祥的預兆 星期三 商業新聞網ZSG的報導 多西從推特董事會卸任 這一變動 從當天的推特股東大會開始生效 多西離開董事會 並不令人驚訝 早在去年11月底 她被迫讓出CEO職位時就說過 自己將繼續留在董事會 幫助過渡 然後完全離開 多西徹底退出推特 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自2006年推特成立以來 她幾乎就是推特的象徵 然而 最近幾年 她對自己創建的公司卻越來越疏遠 在她擔任推特CEO時 就一直與馬斯克保持聯繫 並支持馬斯克將推特私有化 有媒體報導說 多西在開會時經常心不在焉 因為她與馬斯克不斷互發消息 當馬斯克收購推特陷入僵局時 多西就公開支持馬斯克 說那是推特未來的唯一解決方案 並一直持有2%的推特股權 據媒體披露 多西的做法遭到了她一位前同事的抨擊 說她明顯在背後捅刀子 在星期三的股東大會上 推特董事會投票 還罷免了馬斯克的好友 私募股權公司 銀湖的首席執行官愛共德班 這給馬斯克收購推特增添了變數 根據推特股東大會的投票結果 德班沒有從推特投資者那裡獲得足夠的選票 無法再次當選為公司董事會成員 推特發言人證實了股東投票結果 但沒有說德班被趕出董事會 而是用了幹委婉的詞 辭職 這名發言人說 根據公司的治理指引 德班已向董事會遞交辭辭 能否生效取決於董事會是否接受她的辭辭 董事會提名和公司治理委員會 將迅速考慮是否建議董事會 接受德班先生的辭職 並在適當的時候提供最新情況 多年以來 德班通過銀湖資本 成為了馬斯克公司的長期商業夥伴和支持者 其投資公司的一個清潔能源部門 向馬斯克的太陽能業務太陽城投入了1億美元 後來 太陽城被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收購 2018年 當馬斯克宣布 將特斯拉私有化時 據說銀湖擔任了財務顧問 並主導了納資交易 馬斯克收購推特也得到了德班的支持 《紐約時報》報導說 當時馬斯克尋找潛在的投資人 銀湖資本就是首先被考慮的 可見馬斯克與德班的關係不同一般 我們知道 自從馬斯克以 德班被趕著推特董事會 似乎透露出不同尋常的信號 雖然 我們沒有看到 馬斯克對這件事情的評價 但是 德班被趕著董事會 似乎暗示推特內部在清理門戶 或者對馬斯克的報復 至於是否會影響馬斯克收購推特 我們還需要觀察 同一天 臉書的第一大投資者 億萬富翁彼得·泰爾 從Meta董事會卸任 立即生效 泰爾於2004年成為臉書的投資者 並在臉書擔任了17年的董事 當時 他以500萬美元的估值 提供了50萬美元的資金 獲得了臉書10%的股份和一個董事會席位 在左派橫行的矽谷 泰爾被認為是最突出的保守派聲音 也是臉書董事會中一個強有力的聲音 不過 這個董事會在很大程度上 仍然聽命於臉書的CEO扎克伯格 據悉 泰爾原計劃在Meta的 年度股東大會後卸任 因為之前 他曾經說過 將不參加連任 對於提前退出 他沒有說明原因 巧合的是 泰爾也是馬斯克的好友 1998年 他與馬斯克共同創立了PayPal 我們在5月2日的節目 《馬斯克的隱形智囊》中提過 泰爾就是馬斯克收購推特的幕後智囊之一 不僅如此 泰爾還在2022年 美國中期選舉中 把注意力轉向支持 川普總統背書的候選人 他支持俄亥俄州共和黨候選人 傑蒂萬斯和亞利桑那州的布萊克 馬斯特斯 競選聯邦參議員 據《政客網》報導 去年 泰爾分別向萬斯和馬斯特斯的兩個政治行動委員會 專贊了1000萬美元 萬斯和馬斯特斯過去都曾為泰爾工作過 2016年大選期間 泰爾向支持川普的政治行動委員會 捐贊了150萬美元 並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 後來 他在川普的過渡團隊中任職 去年穿天 他帶著萬斯在海湖莊園與川普總統見面 近年來 泰爾的保守觀點 比如反對全球主義 使得他在臉書董事會的地位一直處於聚光當下 與臉書的極左思想格格不入 不過 他的工作能力讓扎克伯格也不得不佩服 今年2月 扎克伯格說 彼得一直是我們董事會的重要成員 他是一個真正的原創性思想家 你可以把你最難的問題提出來 得到獨特的建議 泰爾離開臉書董事會 似乎標誌著他與臉書這些左派已經分道揚鑣 我們預計 隨著時間的推移 當人們越來越看清左派的面目 以及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時 將會有更多的有識之士 站出來對極左說不 最後 我們再說一下蘇斯曼的評審進展 在5月21日的節目中 我們談到了希拉里的前競選經理羅比穆克 招供了希拉里親自同意傳播通俄門的虛假消息 那麼 接下來的問題是 他是否也同意讓蘇斯曼將虛假消息提供給聯邦調查局呢? 蘇斯曼是2016年希拉里競選團隊的律師 他被起訴在2016年9月欺騙FBI 當時 他向FBI官員提供了 詆毀川普通俄的數據和白皮書 並謊稱自己不代表任何客戶 本週是蘇斯曼庭審的第二週 前兩天 檢方的證人繼續出庭作證 主要是FBI的特工 星期三 達勒姆的律師助理科律·阿森諾 向大培審團提供了阿法銀行陰謀與希拉里之間實際往來收據 阿森諾是檢方的最後一名證人 並幫助向培審團解釋這些記錄 檢察官說 這些記錄證明 蘇斯曼為他與FBI總法律顧問詹姆斯·貝克會面 向希拉里競選團隊開出了發票 在那次會面上 蘇斯曼提供了 對川普集團和俄羅斯阿爾法銀行之間秘密通信渠道的指控 那次會面是在2019年9月19日 檢方出售的記錄中 就有伯金斯科伊律師行為那次會面 向希拉里為美國開出的發票 希拉里為美國是希拉里競選團隊的正式名稱 在那個賬單上 會面日期是2016年9月19日 希拉里競選團隊被列為客戶 服務時間是3.3小時 備忘錄中註明 會面是有關機密項目的工作和溝通 蘇斯曼是帕金斯科伊律師行的合作夥伴 他還報銷了購買兩個U盤的開支 但是 向希拉里競選團隊收取了這個費用 並說明這些硬盤是用來安全儲存文件的 簡單地說 這些記錄清楚地表明 蘇斯曼去聯邦調查局 實際上是在為希拉里工作 賬單中的特定時間段與有關會議舉行的是在同一天 這意味著 希拉里本人作為她競選團隊的頭頭 不僅批准了向媒體傳播這個虛假故事 而且還批准了提供給聯邦調查局 上週五 希拉里的前競選經理羅比穆克作戰承認 希拉里本人親自同意向媒體散布通俄門的虛假消息 多年來 希拉里一直稱自己是個無辜的旁觀者 只分享她在新聞中看到的內容 而實際上 希拉里是真正的始作俑者 至於她是否也親自同意將虛假消息給了聯邦調查局 還需要在法庭上有蘇斯曼的口供 在星期二的庭審中 特別檢察官達勒姆帶來的FBI證人 卻帶來了另一個爆炸性新聞 聯邦調查局特工證實 儘管證據不足 但是被激怒的FBI領導層推動了對川普的調查 當天 聯邦調查局特工克蒂斯·海德說 當時 他在幾個星期內就知道 對川普和俄羅斯的指控是虛假的 儘管知道這個故事沒有事實根據 但FBI高級領導層堅持要繼續調查 川普與俄羅斯秘密聯繫的指控 海德參與了這一調查 他在星期二作證說 FBI特工喬·比安卡在一條消息中告訴他 FBI高級領導層對阿法銀行和川普集團的電郵服務器感到憤怒 不展開調查是不可能的 比安卡是負責交火颶風調查的主管 交火颶風是聯邦調查局收到污衊川普的4DL檔案後 對川普通俄指控進行調查的代號 在海德收到比安卡的這條消息的兩天前 蘇斯曼會見了FBI總法律顧問詹姆斯·貝克 向貝克提供了那些數據 大約一週後 2016年9月26日 海德做出了判斷 認為那是一份虛假報告 在10月3日的一封電子郵件中 他要求採訪轉述這一指控的匿名消息人士 因為他認為 由於這些指控似乎毫無根據 調查正在接近合理的終點 海德的上司也同意了他的觀點 但FBI總部繼續讓他們進行調查 要約談數據的來源或白皮書的作者 到10月19日 海德被要求進行調查總結 但一直未能採訪到數據的來源或白皮書的作者 FBI作戰的特工都談到一點 他們沒有被告知是誰提供了數據給FBI 這跟之前貝克的作戰相吻合 海德的證詞無疑又是一個爆炸性消息 雖然沒有逮著希拉里是否同意蘇斯曼向FBI提供虛假消息 但是將詹姆斯科米等FBI高層仇漢川普的消息供了出來 後續會有什麼發展 我們將繼續跟蹤 從庭审的情況來看 起訴蘇斯曼只是特別檢察官達勒姆查清對川普虛假指控的基石 從目前多方政策來看 達勒姆的下一步就可以追溯陰謀的起源了 包括希拉里競選團隊和參與陰謀的FBI官員 至於把希拉里和FBI聯繫起來的蘇斯曼是否被判刑 我們在以前的節目中說過 陪審團可能對蘇斯曼有利 其中有一名是向希拉里捐款的陪審員 還有一名陪審員 聲稱自己不能對川普保持公正 所以結果如何目前還無法預測 好,謝謝大家,我們下期再見